陆薄言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花心大萝卜 你太令我失望了 妈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行吗 我不管啊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不 两天 就两天时间 你把我那个宝贝儿媳妇给我找回来 要不然你也别来见我 妈 喂 陆总 我回来了 你没事吧 没事 陆总 你跟苏小姐什么情况啊 她离家出走了 哦 换换我也不想见你 不是 陆总 你别误会啊 我的意思是 你跟韩小姐在酒店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的 苏小姐能不生气吗 是错吗 我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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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吧 你帮我安排一则声明 我要澄清误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这样吗 韩小姐 陆总本来想亲自召开记者发布会 来澄清这件事情 可考虑到陆氏集团单方面的澄清 会对韩小姐你的声誉和名誉 造成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才来和韩小姐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今天要去哪儿啊 我这几天啊发现一家特别好玩的酒吧 正好没有陆薄言 咱们两姐妹呢可以好好喝一杯 继续帮你找找灵感 又喝啊 你干脆我们去书店吧 那多无聊啊 我才不要去 起来 爸 所以你和韩若曦交代清楚了吗 已经都交代清楚了 保证统一口径 和您一个清白 喂 喂 陆总 简安被他爸抓去继承内衣公司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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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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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欺负我女儿的事情 我不多说 从今往后 咱们两家再无瓜葛 薄言 你赶紧告诉咱们吧 简安是我的妻子 永远都是 这些只不过是媒体的造谣 爸 你不会那么容易就相信了吧 那 你怎么证明 绯闻的事情 你很快就能看到新闻吧 简安 我就现在走了 你 苏总 这儿 你干嘛 放开我 还没出公司呢 做戏得做全 啊 哎呦 医生 我觉得 我病还没好 我不能出院啊 江少恺 你的身体很